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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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台灣 為您掌握選戰風雲 大家好 我是張宛如 我是劉澤勳 在今天的央廣關選團 是由宛如跟劉老師一起共同來主持 劉老師其實現在選舉剩下倒數兩個星期不到了 那我相信這個時候應該是很多候選人 跟選民拉票的關鍵時刻 也就是說我們這幾期節目都在討論 就是我們台灣特色的一些選舉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 台灣跟西方的民主國家的一些選舉 都有很多相似相同的一些 脈絡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帶大家聊的是 民意調查跟造勢活動 那針對這兩個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台灣的民主選舉 其實很多都是以致歐美國家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帶大家 來深入的討論一下 美式的民調在台灣 它呈現什麼樣的一些風貌 或者是呢其他國家的一個造勢活動 跟台灣的一個造勢活動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區別 是 我相信這一段也是我們很多 央廣中國大陸的聽眾朋友 最感興趣的一段 所以我們在今天其實也請到兩位學者專家 來到節目的現場 為大家來解析 首先來介紹的是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特品研究員 尤清新尤老師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好 接下來我們為大家介紹 文化大學新聞系的副教授 莊伯仲 莊老師 大家好 很高興來到央廣 好 首先我們要先請教民調的部分 是 沒問題 就是我們來跟大家討論一下就是 因為現今來說的話 其實尤老師跟中老師對民調其實都非常非常的熟 那也都一直在做相關一些民調的一些研究 那我們首先是不是請教一下尤老師就是 因為就台灣的一個選舉民調來講的話 似乎還是追隨美國的一個相關的一個 民意調查的一種操作的一個方式 那是不是能請尤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就是 美國的民意調查用在選舉研究上面 它的一個發展史 那台灣又是怎麼移植美國的一個選舉的一個民意調查 那民意調查在台灣來講的話 它又呈現什麼樣的一個特色跟風貌 OK 其實台灣在做民意調查有相當大的成分是 從美國這邊學習過來的 那美國在做民意調查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早期在做的時候 其實也就是很簡單的去做訪問 然後做預測 但是預測其實經常出問題嘛 因為就是說它用的方法不是很科學 那慢慢發展之後 其實開始走一些比較科學性的調查 民意調查的時候 基本上有更多的技術進去 然後其實這個技術進去的時候 還帶一些學科的理論 包括政治學 包括傳播學 包括一些心理學的都在裡面 所以它慢慢發展出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學科 或是一個科目在做 所以它有比較完整的一些理論跟技術的要求 那從二次戰後 美國這邊的民意調查發展得非常快 我們經常提到所謂的蓋洛普 那是從美國這邊出來的 那它甚至慢慢發展成一個全球線的一個機構 那台灣的民意調查發展 基本上其實早期我們在做民意調查的時候 是比較原始的一個方式 就是也沒有太多的科學性的抽樣 但是從更多的老師或是更多的專家 他從美國受訊回來之後 或是學成回來之後 他把美國的一些方式帶進來 所以有更多的統計專家 政治學者 傳播學者開始做調查 那做調查的時候 一開始還是取材美國的調查方式 比如說著重在怎麼去做選舉預測 那慢慢其實把預測這個概念 因為其實大家都喜歡做預測 就是說有人想去猜明一下 最後結果應該是怎樣 可是後來大家想說 民意調查可以做得更多 去了解說民眾怎麼去想選舉 民眾怎麼去解讀 他為什麼去投票支持候選人 所以更多的一個發展轉變成說 除了預測之外 我們要去解民眾去投票 去參與的動機 那這個範圍就更大 後來其實包括政府 他也看到這個領域的發展 就是說 我如果可以知道說 民眾在想什麼的話 那我的施政的方式可以跟著改變 所以民眾他的意見的表達 那政府如果可以透過民意調查 來收集的話 是更有系統 對 而且可以做更即時的反應 所以這邊在政府的角色來講的話 他慢慢又記錄進來 所以我們目前所看來就是說 除了學術單位 除了政黨候選人 其實政府也會進來做民意調查 所以在這邊我們台灣這邊 比較多看到說 這三方面都有 那如果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一定候選人跟政黨一定都有 對 那平常我們政府就很多 在做民意調查的一個情況 當作施政參考 那我要講說 這是一個好的模式 就是說他可以隨時吸收一些比較即時 而且他比較沒有想到的資訊 那政策草案在推出之前 先了解一下民眾的一個想法 就是好事 是 對我再請教一下佑老師 就是說 那就美國的一個民調 跟台灣現今的一些選舉民調來講的話 他們的主要差別在哪裡 也就是說 我們自己台灣的民調 在選舉的部分 有沒有呈現一些台灣特色 這樣的一個概念 OK 我們如果從美國這邊整個移植過來的話 其實在台灣其實做蠻大的改變 美國他們做的基本上 有很多是商業行銷的角色在裡面 然後專業 它是很強的專業一個地方 尤其在最近這幾年 其實所有民意調查的製作 都是從專業單位 專業公司來做的 那他做的內容 基本上主要是做候選人的行銷 就是說怎麼樣把這候選人 其實就是包裝賣給出去 這邊所謂包裝其實講的就是說 他要先了解整個選區選民的狀況 然後知道選民 選區選民想要什麼事情 那就要透過民意調查去做調查 然後把這資訊給候選人 或是給政黨 然後他們去提供 去提出相對應的政策草案 或是一種政見訴求等等 那在台灣這邊 在做民意調查的時候 這個功能還是有 就是說很多的政黨候選人 他在選舉的時候 會做一個大規模的民意調查去調查 說這個選區 民眾主要想什麼 對 美國這邊其實這樣做 台灣這邊其實不妨多讓 而且台灣做得更徹底 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選調 民意調查市場非常競爭 對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途徑在做 了解 所以反而是 相對上來講 如果一個美國學者 到這邊來看台灣選舉的時候 他當然會很驚訝說 台灣的選舉非常真 什麼資訊都有 所以某種程度 美國這邊其實是比較正統的做 然後台灣這邊其實是比較多樣化 所以民調什麼都有 是 所以像現在我們看到很多選舉民調滿天飛 其實在台灣 莊老師現在各大媒體都有自己的民意調查中心 所以台灣選舉民調老師 您看到的特色在哪呢莊老師 其實現在是百家真名的時代 那就個人的印象 首先早期這個民調其實是很新鮮的 大概在1980年代我練大學的時候 開始有民調出現 當時台灣剛剛解除戒嚴不久 那民調剛剛出現的時候 大概滿新鮮的 認為這是一個探求 民隱民莫的一個好方式 不過 隨著這個實踐的變遷 現在越做越普遍 那甚至呢 這一點或許可以請教尤教授 大家已經開始有時候對民調感到厭反了 因為已經過多的民調出來 那甚至呢真假難辨 那良憂不齊 所以這個過程會不會說回歸到 到現在大家感到厭反 會不會回歸到民調基元盤 讓大家又有一個這個 屬於真正的民調出來 這也倒是要請教尤教授 是 可是莊老師 其實台灣有些媒體有自己的立場 所以我們一般民眾 在看這些民調的時候 會對這個媒體它本身的立場 而產生質疑嗎 是左右它的民調結果 因為這些媒體 媒體變成就所謂的這個民門大派 那當然它有它的立場 不過基本上在民調執行 最有了解應該不至於有這個太多的操弄 但是不得不承認所謂的這個 學理上有一個機構效應 所以機構效應就是說 今天我這個媒體 可能是比較偏國民黨 或比較偏民進黨 那我可能在題目設計 當然這是無意之間 我的題目設計 或我的這個訪言訓練 整個這個調查過程 難免自然而然就傾向說 支持特定政黨 那受訪者聽到說 你是哪一個電視台打來的這個民調查 難免心裡面就有一些期望 或一些想像 那結果就有一些銀河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個機構效應的確存在 不過因為台灣畢竟是一個 百家爭鳴的一個社會 或許各個沒有它的這個機構效應 但是我們把它一致攤開來檢驗 其實發覺應該都還好 對我再補充一下 鍾老師剛剛那個講法就是說 就機構效應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假設說這個調查的一個媒體 它可能是比較青藍的 它打到一個比較親綠的家庭裡面來講話 那個親綠的受訪者 他可能就不願意去回答 這種可能其實也會存在嗎 這個難免會存在 但是因為我剛剛也特別強調 因為台灣實在的媒體太多了 各有立場 而且好處是雖然各有立場 但是都很明顯 理論上來講 一個媒體應該公平客觀 但是台灣無法做到這一點 但至少我們還可以手動的來切換 收視不同媒體達到公平客觀 所以即使如此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太多家媒體做民調的 比如說三立 還有TPBS 忠實 聯合 甚至自由等等 那一字攤開 反而這個 還可以獲得一個全貌 了解 對 莊老師我再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我們另外一個主題 造勢活動 因為莊老師 之前在食物界的時候 其實也有操作過很多的一些 大型的造勢活動等等 那是不是能夠跟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台灣的這個選舉大型造勢的一個操作 或者是事件行銷 Event這樣的一個操作 搶攻媒體版面這樣的一個操作 它基本上還是源自於美國 歐美國家的民主選舉的一個競爭的一個方式 那這兩者 那麼請莊老師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分別 好不好 的確這是源於歐美國家的一個選舉活動 但是又具有台灣的本土特色 對 講到這次活動 當然老懷中 不由自主會浮現出一個圖像 就是現場要請吶喊 然後這個 氣敵喇叭聲 對 氣敵喇叭聲 鑼鼓喧天 漆海飛揚 然後這個後選人聲勢力解的這邊 這個發表政見 對 然後呢 這個現場如刺如狂 這個畫面會浮現出來 的確這是屬於一種造勢活動 那剛剛牛老師也提到 這個造勢活動就是屬於事件行銷 在行銷屬於事件行銷 如果從公共關係角度來看 它是一種公關活動 是Event 所以它也是學理上有根據的 那當然 小的話像是什麼 像掃街也是有造勢活動 這邊我特別解釋一下 因為怕有些朋友會誤會成 掃街是掃馬路 所以掃街 後選人 對 後選人跟他的幕僚 然後前屋後擁 前往一個有人潮的地點 那可能是一個馬路 菜市場或夜市 然後沿著從街頭掃到街尾 握手肯托訴求證件或發放文宣品 所以這位置掃街 對 像掃街也是 或者是提出一些 比較具有福利性質的證件 特別開一個記者會 對 也算是一種造勢 那或者是這個候選人要去登記參選 那他把自己打扮成這個關公 七百碼 拿一把青龍眼月刀 對 那可能有一些成本還下得多一點 對 做兩個人偶上面寫著貪官污吏 那這個登記參選之後 當然把它批成兩半 對 這種造勢 那也有半包青天 那也有更大型的像選舉晚會 那通常兩三個小時幾萬人 到一個體育場 那現場的舞台燈光音響 大概跟四大天王的演唱會是同樣等級的 那也有穿插歌舞表演 也有一些激情的一個這個催淚的橋段 那甚至還有更大型的像 當年這個2004年 二二八簽首部台灣 那動員幾百萬人 對 三三大遊行 台灣頭簽首到台灣尾 串起一條人籠 或者是這次台北市長選舉 雙候選人都會辦大遊行 對 那也是幾萬人的一個場面 那無非是想 凸顯出這個 場面的熱絡 以及候選人受到選民支持的一個情況 了解 其實中央老師想要非常非常清楚 也就是說 從小的記者會的造勢活動 然後到 比如說 2004年 二二八民進黨簽首護台灣 是整個台灣在做整個牽首的一個動作 包括國民黨的三一三的一個大遊行 那我想接著請問一下 尤老師就是說 這些相關的大型活動也好 或是候選人本身的一些定位也好 或是他的一些記者會的一些操作也好 其實都跟民意調查 有直接間接的密切的一個關係 那是不是能夠請尤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說 民意調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能 它可以定主軸 它可以定策略 它可以看自己弱的地方在哪裡 看自己強的地方在哪裡 那可是就是說 有很多台灣的候選人 台灣的候選人 他其實看民意調查來講的話 他只看一個支持度 他不知道可以做交叉分析的一個探討 他也不知道民意調查 它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功能在哪裡 那是不是能夠請尤老師幫我們再細部介紹一下 就是民意調查它的一些功能特色 跟這些選舉造勢活動之間的一個連結 你看一份民意調查 你要先知道說你的選民在哪裡 所以任何一個候選人就現場說 跟我比較相近的 或是味道比較接近的選民 他比較集中在哪個地方 所以那個六個型先抓到 然後接下來知道說 這些選民想要什麼 所以你在民意調查的時候 你會跟著一些問題問他說 他們最期待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問題 然後這個社區他們目前需要什麼樣的建設等等 這些都會寫在資料裡面 所以這個是這個候選人 他在做他政見的時候 其實很好用的一個地方 那接下來他告訴你說 我在一個月前開始選舉的時候 到一個月之後 我還知道這個選舉的變化是什麼 我再問一次 所以我如果說甚至可以問同樣一群人的話 那基本上 我在這個地方的資助變化就跟著 知道了 是好還是不好 我的表現還是不好 就跟著走 所以他在跟著選舉的過程中 民調他可以一個很好的參考作用就是說 告訴你現在相對的位置差你 那你當然可以問一下對手 對手他有哪些缺點哪些優點 那這個時候其實已經可以做自己的形塑的地方 那很多地方我們可以被聽到的就是說 很多民意調查被操縱 操縱的就是說很多時候民意調查 比如說這個候選人他做了民意調查 刻意去毀謗另外候選人 或是放一些不好的消息去做民意調查 然後自己做公布 那有些時候這個我們叫民意調查 壓迫式的民調 那個push poll的一個角度 那這個情況其實是做一個比較不正當的使用 那但是這個在選舉當中其實經常出現 所以我們在看民意調查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知道說這個單位是哪個單位執行 是誰是執行單位 候選人是誰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能不能看到說整個民意調查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全部他到底問哪些問題怎麼問的 那這兩個其實要先抓對 或是說他整個執行過程的透明度 那我們如果再回到說 對民意調查對整個選舉的作用的時候 其實很多候選人或是如果說政黨 他如果資金比較充裕的話 他可能做一個類似滾動市民調的話 那股東社民調就是說 他每天都有做一部分的樣本 那一部分樣本進來的時候 都有相關的資訊員進來進來 所以今天明天後天一度過去 到投票日前一天 所以他可以知道整個趨勢的變化 他的字路是上升還下降的 那再談到說民意調查的幾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說民意調查裡面的數字 它基本上它的數字是帶有所謂的誤差觀念 對 或是所謂區間的觀念 那誤差的觀念就是說你看到那個支持度 假設50% 其實它是有個誤差的意涵在裡面 就是說你要把誤差的範圍算進去 算區間 比如說他誤差進來聽到說增幅3% 那其實他的支持度是從53到47 都算是合理的角度 這是第一個 所以不要太集中在一個點 那另外就是說 民意調查基本上他不是算命 基本上他不是告訴你一定會當選 他是不會當選 因為基本上我們在做民意調查的時候發現說 很多民眾對一些問題的回答 不管你問題再簡單 還是很多人沒辦法回答 要嘛聽不懂 要嘛就剛剛提到說不想回答等等 那所以我們在做民意調查的時候 盡量有看到說 對這個候選人或是對這個政黨的支持的程度 但是支持的程度我們要理解說 它不是最後的投票結果 為什麼 還有很多人沒有表態 是 那當你這個民意調查如果 未表態越高的時候 你那個支持度的變化就越大 是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看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還是要說 OK你看到的是一個區間 那你看到的是一個支持度而已 是 那我們如果說做選舉預測 你要做的比較精細一點 就是說把那些未表態的 看他們的特性是什麼 那這個其實如果說 候選人他旁邊有人可以幫他的話 我想候選人大概自己不會做 旁邊有人幫他的話 他要把這未表態的人做拆解 對 譬如說30%未表態的時候 這30%他們是長什麼樣子 對 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老人多還是年輕人多 居住在兩個地區 然後他們的政黨屬性 對 他們關係的議題是什麼 那如果把這些各個特性 通通拆開的時候 這30%可以在區分層 假設好 10個小團體 對 那10個小團體 每個小團體的一致性都很高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這一群小團體 他們比較傾向注重的是什麼 比如說是流浪狗的問題 這一群人是比較注重 他們本來就是深綠或是深藍 只是沒有回答而已 那這一群人是比較偏 某個居住地區交通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你就知道說 這一群人他們對你所提出的政見 他們怎麼反應 所以做這個拆解的時候 才能夠去做這個預測 換句話說 民意調查的 剛開始的結果 絕對不是一個預測 它只是個支持度 你要做最後選舉預測 你要做就很多的加工 那這些加工其實很多的是 咩咩咩咩咩 就是說你必須去做更多的 那種一個分析 然後你每個分析 都要有更多的資料 比如說 你怎麼知道說這一群人 他是屬於深綠或是深藍 你就要去做不同題目來帶來 而且今年度有很多人會說 你打電話去你家 做民調 可是在家裡通常都是 婦女比較多 或者是長輩比較多 所以這個民調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解讀呢 其實也是蠻有意思的 就台灣的情況 很假的就是說 你說做民意調查 做電話訪問民意調查的時候 基本上 他的電話部 他的電話號碼 是從電話部抽案過來的 所以基本上 他的涵概率 所以涵概率就是說 其實有些人的電話號碼 其實是沒有登記在電話部上面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把這些人找到 就比較困難 你要做一些技術的一個加工 另外就是說 你打電話去訪問的時候 通常是晚上六點半到九點半 這段期間 其實通常年輕人不在家 大學生還在外面 還在讀書 可能還在圖書館 然後呢 那個 爸爸可能還在加班 或者說 上班的男生可能還在加班 比較常常加的是 家庭主婦 或者是阿公阿嬤 那這一群人通常對訪問是 接受程度是比較高的 換句話說 你如果沒有做 稍微做一個篩選的話 你問到的是大部分這一群人 那年輕人是減少的 那年輕人減少的時候 你就必須有一個 家權 家權 或是說資料重新處理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讓這個年輕人 找到更多的代表 比如說你可能訪問時間長一點 讓更多的年輕人可以進來 或是說怎麼樣情況 但是通常會這樣做呢 比較可惜的是說 只有學術單位會這樣做 因為這個要花比較長的成本 比較長的時間跟成本 一般民調公司 或是說媒體 或是候選 他們想看到的是立即的結果 所以他們常常不會等的 特別長的時間 他們也不會特別抓 不同的時段去做訪問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訪問到的受訪者的特性 其實都是同一群人 或是男一群人偏高 所以我們如果去讀 這個民調資料的時候 其實可以理解說 通常60歲以上的人口 是比較多的 受訪者是比較多的 20到29是比較少的 那是經過後面再調整之後 才調整是一樣 要不然一開始 通常這一群人是少 所以在做調查的時候 總是有一群人沒有被找到 但是這個是在解讀民調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順便我補充一下 剛剛尤教授所講 因為剛剛尤教授問到說 造勢活動會不會影響民調對不對 其實這個問題也困擾我很久了 因為後來我有擔任過 政黨的文宣部門處管 當時在想說 我們花那麼多時間人力金錢 辦一個造勢晚會 然後來動員群眾來參加 那不是和尚跟和尚煉金嗎 都是自己人嘛 但是後來發覺還是有用 哪些用途呢 第一個就是壯膽 鞏固選票 對 看到人山人海 自己就覺得有信心 第二個這也算是用模擬考 可以預先去測試你的動員能量 如果你連這個造勢晚會人都叫不來 那如何去吹出選票 第三個效果就是對於民調的影響 因為的確我們不得不承認 有些是有理選民 那有可能他不表態的 或是猶豫不決 甚至不想去投票的 或是對選情抱持悲觀 不敢講出來的 可是他看到媒體轉播的造勢晚會 人山人海 然後大家非常旺錢在現行呼喊 然後這個場面熱烈 他們就覺得我有信心講出來 我支持誰 甚至有個席歸挖走明的效應 剛剛這個女老師提到 所以他們又勇敢站出來投票了 所以說造勢活動對民調 應該還是多少有影響的 其實在這次選舉當中 我們也看到候選人都冒足了勁 希望趕快拉票對不對 所以剛剛談到年輕選民的部分 我們在今年度也看到候選人 在網路上的行銷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們在稍後下個階段 再跟大家來聊選舉有趣的話題 來 早安太晚 正吃著什麼樣的早餐 吐司傢伙推搭 要一口然後收聽中央廣播電台 選他 選他 不好不好 選他還是選 你在做什麼 你不知道啊 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地方選舉 11月29號就要登場了 我在想啊 該把票投給誰才好 時間又還沒到 你在苦惱什麼啊你 你不知道啊 正式投票前啊 可以參加央廣 早安台灣 你投票送大獎活動耶 不但能投票表達意見 還有禮物拿耶 哇這有這麼好的事啊 即日起到11月28號 你可以透過央廣新聞專頁 或是以傳統信件參加活動 還有機會抱回平板電腦 和節目特製的隨身碟喔 真的那怎麼參加呢 首先啊 談談您認為 為民喉舌者的要件是什麼呢 嗯 清廉 守法 有魄力 知人善韌 善於溝通 沒錯 這些都很重要 但你只要寫出心目中 最重要的三項就可以了 嗯 還有請寫下六都候選人中 您認為誰最有希望問鼎百里猴 完成以上兩關 就可以獲得節目特製隨身別一個 太棒了 欸等一下 想抽平板電腦嗎 嗯 還有最後一個階段 你得收聽央廣 每週一到五 早晨七點到八點的早安台灣 節目裡將公布當日的通關語 寫下命語就可以抽大獎喔 欸欸怎麼參加啊 你再講一次吧 現在啊 你就可以上央廣網站 www.rti.org.tw 選你投票送大獎活動專頁 或者來信請寄到 台灣台北市北安路五十五號 早安台灣節目 兩台平板電腦 預計將於十二月五號星期五 早安台灣節目現場抽出 欸還不趕快行動 早安台灣的朋友你好 我是張宛如 我是紐澤勳 好 在節目的上個階段 我們談到很有意思的 選舉民調跟造勢晚會的一個話題 其實我們在今天請到兩個 有非常非常棒實務經驗的學者專家 來為大家分析 很高興我們今天首先來介紹的是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特品研究員 有清新有老師 老師您好 主人好各位觀眾好 好另外一位是文化大學新聞系的 莊伯仲莊副教授 大家好 好我們首先先請教莊老師了 我們在今年度選舉當中看到 有蠻多的候選人都有自己的臉書帳號 Facebook或者是有LINE 在今年這樣子的特色 老師您看到哪些有意思的地方 其實先容許我們要去一個狀況 因為我現在是大學老師 我問了班上學生有沒有看一些流行相劇 他們說有 那我就問他們 你們不是都沒有電視嗎 結果他們回答我 老師我們都是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看的 這代表什麼 要接觸年輕人 現在已經不能靠電視廣播了 當然這個央廣還是有不少青年朋友 但是你說要touch到他們 還是要靠網路 台灣的網路選戰 基本上是隨著網路科技在走的 1993年 那時候台北市長第一次直選 出現了這個撥接式的BBS 這個不是Internet 是用電話線撥接的 撥接式的BBS 那我們就以總統大選來講好了 第一次的總統直選是1996年 當時開始出現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ave 2000年的時候 第二次總統直選 開始有政黨製作選舉專業 不只是幫總統輔選 也幫其他立法委員的選舉 一起做一個政黨集體的輔選網站 那2004年第三次總統大選 就開始結合了網路影音 當時網路上 因為頻寬已經慢慢提升了 電腦設備等級也提升 所以開始有播放的影音了 2008年就結合當時最實心的部落格 對 那2012年就是上一次的總統選舉 則是結合了社群網站 就是剛剛主任提到的Facebook 但那時候Line還是剛開始而已 那這一次的選舉 則是廣泛的跟行動通訊結合 所以基本上台灣一個網路選戰的發展歷史 基本上就是跟著網路科技在走 跟美國英國他們都同步的 那當然也提到一點就是說 這些社群網站的服務好不好用 首先就對內部而言 假設一個競選總部 那我是競選總幹事 各個部門文宣組辯論組 總務組還有這個動員組 我們把這些群組的幹部還有志工 我們用Line的群組 來互相聯絡 可以節省相當多的成本 那也可以即時的把照片 影音看在裡面 那對選民來講 也可以讓他們加入我的Line商號 我可以用非常低點的成本 把訊息PASS給他們 沒錯 那另外還有一個Facebook 它的功能又更強大 可以把影音人際網路都綁在裡面 你的好友有誰 我們的共同好友有誰 你推薦誰當誰的好友 用這種方式把他進行起來就非常嚇人 以2012年總統到選為例 當時馬英九總統的Facebook 就高達 我說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130萬人次 那他的競選對手 蔡英文 也大概在五六十萬人次 現在雙方都將近150萬人 這代表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選民市場 那又是一個實現的網路科技 所以我們不得不在上面做努力 來接觸選民 是 莊老師我再請教一下 就是說 就我印象所及 七月中的時候 國民兩黨在同一天 都申請了LINE的帳號 那他們有什麼樣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策略 其實我是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想法 這兩黨可能用最新的社群網路 這樣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概念 希望能夠跟年輕人去搏感情 那但就是說我的想法 想跟莊老師做一個印證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對年輕族群的選票獲取 可能沒有直接的一些幫助 那他們的策略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一個策略 是不是能夠請莊老師 幫我們分析一下這個部分 當然這有很多意義 首先因為網路科技 都走到這個第一步了 你政黨不跟上說不過去 所以第一個就是 一定要跟上就對了 對 顯示說有跟上潮流 這是一個潮的潮流 那藉由這個 我有政黨的官方LINE的帳號 可以開個技能會宣傳 那估計對手也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來分庭抗理一下 所以這算是有一種 另外一種另類的造勢活動 那訴諸於媒體 把這訊息讓大家知道 表示說我們是走在時代前端的 第二個呢 這個對於投票影響 當然沒有什麼直接的 因為這畢竟不是什麼 蔡依林 或是周杰倫的這個LINE的帳號 你加入政黨的帳號 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 也是收到一些訊息而已 對 沒什麼好處 除了是對政黨很熱衷的 對選舉很熱衷的人 不過或多或少 這個至少聊勝於五 因為它成本很低廉 那你偶爾看看這個訊息 如果真的很熱衷 還可以PASS給別人 所以就虛的方面來講 至少可以營造出一個震盪 追隨科技的一個形象 對 就務實的情況來看 至少可以接觸到那些 還是對選舉有興趣的民眾 對 我的一個觀察 我正跟莊老師在討論一下 就是我的一個觀察來講的話 他們開始的一個 臉書帳號的大頭貼 都是用自己的黨徽 對 那用自己的黨徽 用在那麼soft的channel上面 會不會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我也覺得有一些落差 這個我補充一下 其實因為我有參與過 馬英九總統的臉書經營 他是要台灣加油站 那為什麼要叫這個名字 而不叫硬邦邦的馬英九 馬英九這個網路粉絲團 理由在於哪裡 因為台灣可以營造出本土 認同的一個意象 那如果叫一個什麼 網路競選總部或臉書帳號 也太直白了 太無感了 所以想了半天 我們不是選舉到互相加油嗎 我們就用加油站好了 而且臉書有個特色 就是可以按讚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讚 變成讚賞讚 所以台灣加油站 而且不只是黨徽 還有馬英九先生 還有一個肖像 但這個地方能不能做Q版的 這個我們可以研究 但是的確 雖然政黨還有候選人 都涉入了這些社群軟體的領域 但事實上做得好 以我看來並不多 其實我蠻好奇 像莊老師您幫馬英九做過臉書 那馬總統或者是這些政治的候選人 到底對經營臉書上 花了多少心力呢 畢竟有很多的粉絲在上面 你覺得呢 如果你是黨主席 蔡英文黨主席 或馬英九總統 你覺得有可能 一定會有寫手 有可能你放著那些大事 不做 天天來看你的臉書 天天來回應 可是對於這些粉絲來說 我每天很關注這樣的網站 然後按讚 甚至寫一些我想跟馬總統 講的一些訊息在上面 好像也不是馬總統 或者這些候選人自己在看 對 我覺得我了解 應該是這樣講 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 他們臉書的經營者 如果發 當然是由助理來重理那些經營失誤 但是如果真的發覺有重要的訊息 還是會承包上去 對 然後可能這個是一個老太太 那她這個 從來都沒有跟馬英九總統握過手 她今天透過她孫子 PO一篇文章 那幕僚轉上去之後 馬總統覺得這不錯啊 有FU喔 而且也可以造勢 吸引媒體來關注 所以不僅握到手 也訴訟於其他沒有握到手的民眾 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 臉書的經營者也會 這個 侵循本方陣營的一個 既有政策或調性 來回應 所以縱使不是本人親自來回應 調性都會一致 八九不禮詞 其實總統大選辯論也是一樣啊 即便是克林歐巴拿 你相信他的辯論的稿子 是他自己寫的嗎 也是幕僚寫的 不過還是會揣摩商議 符合本陣營的一個方向 我再補充一下莊老師的想法 其實我會覺得 有一些重要的po文 可能候選人他會自己處理 政治人物他可能會自己處理 那大多數的可能都是他的幕僚 用他的筆法 在做一定程度的回應 但是絕對不排除 那些主帥政治人物 他不會親自經營臉書 有的時候抓重點 他可能還是會的 比如說你看 我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郭董 最近也成立了他的臉書粉絲團 他第一則po文就是自己處理 對 他的小女兒 對不對 然後小腳印的照片 然後自己的心路歷程 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很感性的這種東西 可能就是會主帥那個經營者 他自己本身會去做一定程度的處理 比如說今天是馬英九總統的粉絲團 成立了一個記者會 那我們可能開張的時候 第一篇就請馬總統來 親自寫幾個字 然後把他送出去 或給網友的回應按讚 但是我們想想看 以郭董為例 我們總不希望說 他日禮萬機的人 天天把時間耗在臉書上 放在紅海 事業基本的事情 那比例原則好像也不對 對 所以基本上 不可能本人親自幾 但是整個方向 還是符合他的一個想法的 然後本人偶爾會去 或一些文插一些花 對 是有些口文甚至跟候選人 好像自己第一人稱來發文 對 一定要以第一人稱 對 一定要以第一人稱 那樣的一個親近性 可能才會夠 好那接下來我再請教一下 郭老師 就民調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的聽眾觀眾好朋友 可能對於民調 現在那麼多的民調的一個 數據的一個公譜 那他到底要怎麼樣去看這個民調 他要怎麼樣判定就是說 這個民調的數據有點誇張 那怎麼樣去判斷就是說 這個民調他的可信度 可能是比較夠的 那我再請教一下 郭老師就是 民調其實跟當選落選來講的話 他到底有沒有直接的一個關聯性 是不是能夠寫郭老師 針對比如說2012年之前的一些相關民調的一個實證 跟當選跟落選之間的一個脈絡 能不能跟我們聽眾觀眾再做一些分析說明好不好 OK 其實怎麼看一個民調 我想我的經驗是說 第一個你先看他的執行單位 執行單位 那是來自於政府 或是來自於政黨 或是候選人 或是媒體 或是學術單位 那一般來講我們的理解是說 如果這個民意調查是來自於政黨 或是候選人的話 在閱讀的時候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他基本上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政治目的在裡面 如果來自媒體的話 他可能沒有一些政治目的 但是他有一些出版 或是說馬上要上版面的壓力 所以他在時間上會比較衝突 如果是來自政府的話 基本上他其實會隱含一些訊息 就是說對政府施政比較不利的 因為他不就馬上公布 所以他會選擇性的公布 那其實前面這三個 包括政黨 包括政府或是媒體 尤其政黨跟政府 本身兩個來講 通常會選擇性的公布他們自己的民意調查 所以你要去了解說他們做的好不好 或說是不是貼近真相 其實你要先了解說 他有沒有辦法把全部的民意調查的題目 跟他的數據 能夠公開給大家使用 其實在學術界裡面 其實他們有個規範就是說 如果你是做民意調查的話 你要把你所處理的資料 放在一個公共的區域 任何人對你的調查有興趣的時候 我可以自己進來處理 看一下資料情況 那這個是在台灣比較缺少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通常看到民意調查 被公布的時候 政府是公布一部分的題目 所以其實包括之前的藍綠政府 執政的時候都一樣就是說 藍色政府他公布個民意調查 綠色就講說 你是在幫自己做化妝 那藍色政府也是一樣 都是 那其實我的直覺就是說 政府做民調是可以做 然後他有些是內參用的 他也不一定要公布 但是如果他要公布 他就不應該選擇性的公布 了解 你可以要嘛就乾脆的不公布 要嘛你要公布要全部的公布 對 我覺得這樣的話對民眾來講 資訊比較公平一點 要不然資訊不對稱 那對媒體來講 其實媒體其實他的那個 整個要上版面壓力真的很大 對 所以他們每次在做調查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比較遷就 整個時間性的一個問題 急救上 對 所以那邊其實在看媒體 要注意這個點 那另外就是說 媒體在做民意調查的時候 他要考慮到新聞性 所以新聞性的時候 包括剛剛提到說 特殊的事件 或者說他們的用語 會怎麼走 如果說他沒有辦法 創造一個新聞的爆點的話 其實就不是一個新聞 對 所以說媒體的民調 他到底是一個民意調查結果 還是一個新聞 那在媒體裡面 他們經常是兩個都想處理 對 而且兩個都要用 所以這個時候 民意調查結果 他變成新聞的來源 所以他某種生物 他要被修飾 那我比較會建議看來就是說 如果有那個學術機關的民意調查 其實看來會比較好一點 對 至少他的資訊整個過程 是比較透明的 只是說 通常在選舉的時候 學術機關不會特別做 選舉的調查 即便做他也不會公布 尤其 其實因為 通常 學術機關的經費都有限 對 他會把有限的錢拿去做 比較好用的民意調查 所以比較好用就是說 通常是選後 去了解說 為什麼民眾做這種 投票的決定 或說選舉期間有什麼狀況 對它產生影響 如果他把這個錢放在選舉前 去看整個選舉變化的時候 其實看不到選後的結果 他就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 學術服單位的民調 他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通常是選後在做民調查 所以選前 學術機關不會太多民調 但是選後你可以看 學術機關的民調解釋 我覺得那是比較好用的地方 是 因為我們節目有去訪問一些 縣市長的候選人 對 我們問民調 居於劣勢的這一方 他們總是會告訴我們 這些民調都不准 他們內部的民調差距沒這麼大 所以 這個就為什麼說 其實候選人跟民調 候選人跟政黨他們做民調的時候 他們有特定立場 對 而且 在選舉的時候 對候選人來講 任何一個訊息 都是競選的工具 對 包括民意調查結果也是 所以他公佈一個對自己有利的 或是公佈對自己不利的 他的策略上的考量 都跟他選舉的整個結果有關係 所以他非常謹慎的使用 而且 你也很難去批評他說 你不可以這樣做 他就是要選舉 是 所以 你要去了解這個特性 然後基本上你看的時候 你要自己小心 就是說 這是候選所公佈的媒體 所公佈的民調 那另外問題談到就是說 民調高低跟當選 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的 其實 民意調查它是告訴你一個 大概民眾的支持趨勢 如果說你不考慮 剛剛所提到 所謂的那個未表態的比例 或是投票率 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正常的情況之下 知識度高的 其實應該是當選 但是你要考慮問題說 如果在投票前 跟民意調查中間 有特殊的事件產生了 比如說我們之前所遇過 2004年的那個 槍擊事件的時候 那其實在投票前一天 出現這個事件 民意調查大概追不到 對 沒有辦法馬上發言出來 所以民意調查這邊 是盲目的 這個情況 那另外就是說 在2010的時候 就是五都選舉的時候 那個槍擊連勝吻 連勝吻的情況 還有在更早 2006的時候 高雄市場選舉的時候 黃俊英跟陳菊的事情 還有在之前 那個陳菊跟五都逆的事情 那其實那個民意調查 基本上都是測不到的一個情況 因為那個事情發生的太突然了 所以我不是說民意調查 不是萬能 而是說民意調查在做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限制的所在 對 它有它的局限性 對 它的局限性所在 所以民意調查高的 其實大部分是會高 但是我們後來想問的就是說 談這個問題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談的是民意行政首長 就是一對一的選舉 或是一個席次的選舉的時候 你如果在市議員 或是比較多選區的選舉的時候 民意調查度高 那對候選人講 其實不見得是好事 真的喔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說 你如果是跟 他可能會被棄就對 對 不是被棄 他的票被分走 會被他黨內的同事分走 就是說如果說你自己 一定會當選 你看他民調那麼高 他一定會當選 所以你分點票來給我 沒錯 沒錯 那可能造成他的落選 所以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一起在 比如在 在2008的立委選舉 或者是說 現在的市議員 縣市議員 這種多選區的選舉裡面 其實候選人 他很怕自己當那個 明星的候選人 對對對 你當明星的時候他很危險 到最後都要說 我選情告急 對 不管他是不是穩當選 都是告急 對 所以 但是呢 這個也造成一個好玩的事情 就是說 他的對手 會把他的民調的支持度 拉得很高 好 這邊是一個操縱的一個情況 所以 民調基本上 經常被 操縱使用 但是民調基本上 他是一個好的參考數據 你了解 是 好 最後再請教莊老師了 其實在選舉最後衝刺階段 有很多的事情會發生 包含剛剛 尤老師有談到 最後一刻 可能走路攻的事件 可能槍擊案的事件 所以到底什麼事情 可以幫候選人 在最後衝刺的時候加分呢 當然這個就要訴註到 正派的手法 對 正派的手法 如果正派手法來講 還是不妥 最後的一個 壓軸的肇事晚會 不曉得 美麗的主持人 宛如有沒有參加過肇事活動 有跑過選舉 有跑過 像什麼肇事晚會 你參加過哪一類型的 像是總統大選 對 那如果我們整個肇事晚會 都是在那邊 這個 大家說好 紐教授動算 大家說好不好 都是在那邊好 這樣也不好 這樣也不好 我覺得非常厭倦 非常老套 老套 所以說這個一個能夠感動人性的肇事晚會 會放在壓軸的時候 推出 通常是 投票日前的 最後一個肇事晚會 前一個肇事晚會 因為我們投票是禮拜六 所以都是前一個肇事晚會 比如說我們是十一月二十九投票 那十一月二十二十三 就是黃金週末 雙方陣營都會 部下重兵 把最後的資源 在這裡做一搏 對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這個肇事晚會 按照過往的歷史 如果說能夠真的感動人性 大概有四個特色 第一個要創新 不能勞梗 勞梗沒用 邊際效率遞減 而且大家覺得這個 把人家動原來 才弄這樣 沒有創意 對 所以以這個 台北市長參選人之一的 這個柯文哲 他就規劃一個士兵 嘉蓮華 就是說 印象中是從這個 中文紀念堂 往市政府廣場出發 能夠進軍 台北市政府 所以他們就希望說士兵 這個要打扮得像 巴西嘉蓮華會一樣 穿戴各種 任何的東西來 所以這算是一種創新 第二個 除了創新之外 就是說能夠要簡明 簡單明亮 不要太複雜 太複雜人家弄不懂 而且要花很多時間 資源不好 比如說228牽手護台灣 那就最簡單了 對 就牽手而已 對啊 就是你來我來牽手 當然這個鄉下地方 就比較辛苦 還要動員去 穿成人籠 那第三個理由 就是要結合天使 各位應該有印象吧 反和大遊行 反和式遊行 是在什麼季節舉行的 三月多吧 就是 涼爽的時候 對 他不可能選在七八月的時候 萬一有人熱婚了 那也不好對不對 而且成家人也少 所以 造勢活動要結合天使 那以當年的 牽手護台灣為例 2004年 一方面有 對岸的領導人的政治威嚇 一方面 又有國內的這個 陳偉扁陣營 又面對 連送搭檔的一個 強力的壓迫 所以他就激發出 牽手護台灣 所以這是一個天使 最後一點就是要有延續性 好不容易把人家找來 參加造勢活動 結果 結束之後一紅而散 那就是 意猶未盡 損失太大 所以通常造勢活動之後 會結合什麼 造勢晚會 對 把人帶到現場之後 然後人都來了 就造勢晚會 那各種這個演唱或肯托就出爐了 而且之後 其實還會有一些 保溫型的廣告 什麼叫保溫型的廣告 比如說你看 就2014年來說的話 陳偉扁的牽手護台灣 他們後來就做了一個 台灣長城的廣告 那313大遊行 國民黨的部分 他們也做了兩支 就是當天遊行盛況的一些廣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政黨他會透過任何可能的方式 去幫他成功的活動去做加碼 對 的確如此 因為選舉活動是規定到10點 官方說晚上10點要結束 那晚會結束之後 可能還有一些時段 我們就撥撥廣告 像當時2008年 我準備好了 那種萬馬奔騰那種 740個廣告 也是利用這時間點 趕快蒙當 所以整個選舉 其實跟一般的商業活動也差不多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把造勢達到最高點 了解 最後一點點時間 想請教一下 尤老師就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就選民的觀點來講的話 選民到底要怎麼樣看民意調查的數據 能不能給選民一些建議好不好 最後30秒 其實就看執行單位 了解 然後多看幾下 多看幾下很重要 對 然後其實跟你自己的左右鄰居聊一聊 其實這個資訊搞不好會比民意調查來更準確一點 了解 所以那一部分其實你自己的感受比較重要 了解 那這個地方其實媒體的其實會有一些操作 正常跟會操作 那你就要多看幾份 是 好 我們在今天央廣關選團的節目呢 宛如跟紐澤軒老師一起共同來為大家主持 來看到的是選舉最後的造勢晚會 還有選舉民調我們怎麼樣來正確的解讀 所以在下一集節目當中 宛如老師還會有哪些重要的內容告訴大家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 可能就是最後競選的一些階段 我們其實也會從這個整個造勢活動 跟最後的一些 在最後階段的時候 各黨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壓箱寶 我們會跟大家來說一些粉絲 是 很令人期待 壓箱寶是什麼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兩位特別來賓 來到節目的現場 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